上一期我分享如何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 还上热门了 但是我发现了评论区有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评论里和我说 我也想这样 但是我遇到了问题ABC 那昨天呢我刚好在和朋友聊天 然后我们就复盘了一下身边的人 有些人呢就是在原地过着安稳的生活 那有些人呢他是一直在进步 像开挂了一样 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有一些怎样的区别 那我们就总结出了一个核心的关键差异 这个差异呢可以让你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像开挂了一样 那这个开挂的核心思想 就是把自己的所有思绪都放在解决问题上 大家平时脑海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同桌他平时不努力 救人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网上有一些人就长得这么好看 还有三年前我在同学聚会上 我说了一句特别尴尬的话 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记得 但是请你马上停止 因为你一直反复去想这些问题 一直去纠结这些事情 它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你能解决你的同学家境比你好吗 或者去解决网上的小姐姐很好看 或者再回到过去去改变历史的尴尬事情 我也想但是这个也没办法 所以这种无限的纠结就是没有用 无效的 那你的思想你的经历如何才是有效的呢 必须是自己去解决问题 那首先就是自己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那我自己的这个思想转变的 确实是我自己遇到一个 特别重大的问题之后发生变化的 当时是我有个证件 需要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登记 但是这个证件我又没有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 我爸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一年都没解决 但是我发现我爸妈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人在国内 而且他们不懂国外的这些手续 那大概就是我成长的一瞬间 就是我意识到 No one is going to help me 没有人会拯救你 只有你自己能够拯救你自己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 真的是要靠自己 要学会有独立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就我很喜欢一个表情包 就是你得支撑起来 那把自己的所有思绪 放在解决问题身上 后半部分就是解决问题了 那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开挂呢 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觉得很emo 就是觉得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不顺 但是大家仔细总结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人生十有八九不顺是真的 所以就是转变一个思路 就是把我们一件件不喜欢的 不开心的 慢慢的拖转到垃圾桶里 你不是说马上就有了一个电脑的 而是你自己得建立这个系统 用你的见识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能力 让你扔垃圾不再需要慢慢去编程 去写入代码 让你的问题处理变得像拖进垃圾桶里一样轻松 所以说除了解决能力的想法之外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你把你的所有思绪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帮你自己 去解决生活上的困扰和问题的时候 那你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变得越来越好了 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国外长大 我十二岁才学的中文 十三岁才开始学的英文 那我能怎么办 我就是拼命去学 拼命去上课呗 别人下课周末都在玩的时候 我都在学习 后来我又觉得我的社交能力不好 因为我小时候有文化差异 后面又花了太多时间在学习语言上 我就去push自己 参加社团 去校外活动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又觉得我的文凭不够好 我当时可以选择在国内读大学 轻松一点去享受大学生活 或者我出国去教育严格的荷兰 人土重来 重选一个语言系统 然后又选择了荷兰 那去荷兰之后呢 我又担心我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做起了自媒体 那现在在B站呢 有了一百万粉 那如果说我这些经历上 有遇到困扰吗 那困扰肯定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我一直把自己陷进了困扰里面 而不是去解决我的烦恼 那样我就只能把自己 锁在了一些生活的困难里面了 而当时的我选择了往前看 一件件去解决 让生活 不能说完美 但是生活再越来越变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生活开挂 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生活 我们一起加油 下期再见 拜拜